大家午安了,今天 8 月 30 日, 現在是 2 點 9 時 大家看到身後面,我猜如果是抗 U 的學生 或是抗 U 的校友都能夠出這一代原島 這裡是大陸島 今天現在去回龍虎山界的公園 本來不是打算去龍虎山 我打算趁今天天氣好,就上去太平北坡 誰知道出發的時候,現在大家都看到陰天下雨 所以都沒辦法了,唯有來回龍虎山街公園走走就算了 來這裡的方法很簡單 有很多途徑 最簡單是坐地鐵去香港大樂站 就在香港大學站那裡,A出口 就搭 A2 的電梯 一邊走出來,就搭不到 大家沿著大學到來到這個位置 上樓推介,開始上紅虎山 左邊其實樓推介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純粹想走開洋一點的東西 開始… 對這些水吃下去熟到自己 就開始在這裡吃飯 現在是2點45分 中間的小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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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出口 高層的小巨山 在這裡奏 中間的小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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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後這一個地盤其實就是逼山徑 就是向瑪麗醫院的方向 相信現在風都在收集中 所以又過不到它那邊 其實是有橫山徑 是這裡上 現在下雨,不要走這麼危險的下雨 沿著石屍路上這個重隱廢 左邊是龍庫山一號涼廳 上山的路其實都很穩定的 基本上跟著這裡一路去 這裡的山路可以爆下去才好山 竟然封了那個位置 這裡路的通行應該是可以回上次 張茂仔古道的方向 今天下雨不下這些地方 繼續 很簡單地上去龍庫山 來到這裡 就要向左邊走才對 上龍庫山 這邊就去回博富林島 是不對的 在這個2號涼廳走前一點 看到有這個北像飄在這裡 山的籌碼在那邊 再走前一點也很有趣 這裡有一個龍鳳的壁 左邊是龍,右邊是龍鳳 對嗎? 有點奇怪 因為這裡應該是龍庫山 不知為何一隻和一隻房間 龍虎山表高處應該是在這裡上 這裡是龍虎山錄良廳 但是那個標高處應該不是在這裡 標高處應該找個地方走出去 應該是在這邊 沿著糧頂一邊走出來 走到尾 明顯的一條山路 來到這個位 下去又不是 這裡又拐出來 這裡就是龍虎山的標高處 它不是山頂 山頂應該是剛才梁頂的位置 比較像 不過這裡也挺開潤 這裡真的飽納 有一點雲房間 說漂亮 一定不夠像的漂亮 走去也是一個比較開洋的位置 剛才的涼亭就是這堆樹林後面 總之要走出來一點 休息一會兒再上去 現在是涼亭亭 下來就是剛才這個位置 裡面是廁所 不過廁所很骯髒 就只有一格 是那些流浪廁所 不要擠 有不需要的話 來到這個分岔路 左邊這裡就去山頂 普通行山競上 松林肺埔都是在這個方向 右邊就是去西高茶座那邊 首先去松林肺埔 然後再去這個 西高西又行多的入口 所以很簡單 再走遲少少這裡 要直走 出去那裡 應該是去回 陸和道那邊 這個方向 如果是去 所以這裡是龍股山競爐 那這條 右邊這條 上呢 這裡就是床樓肺埔的那條樓 那邊就在這裡 好,那現在上去松林肺埔 現在上去松林肺埔 就是好 如果是上山 就在左邊上 右邊這裡就是上松林肺埔 其實上這個龍股山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呢 路邊左右呢 不斷是有很多這些 好像這樣的竹林 那就是開玩笑的 這裡有熊貓其實也不錯 開玩笑而已 那 所以這裡也很舒服 有些 跟釣魚中交入境差不多的感覺 現在3點39分 現在來到這個 松林肺埔 現在就 不是很漂亮 積光了 那些水 不是很沒辦法 剛剛今天 下棉魚 是差一點的 現在下去下面 才能夠高一點 因為這裡 日子時期 這些洞呢 應該 不是 就是 這些奶戰 這些就是 砲台 以前應該沒有那麼多樹 所以這裡也是 很舒服 那些砲台好像已經 走了 這個都是看網上的人說的 好可惡 這裡其實 還有 松林拋桌的歷史經 真的很多東西看 那就是二號砲台 剛剛這一個是二號砲台 或者前面這裡就是一號 相信 因為這個山其實很大的 指揮鎖 在右邊 可能淋上一點 不是 這個真的是指揮鎖 先看左邊這個 一號砲台 先看 其實都是 大同小異 上網 好可惡 這邊好一點的 這邊可能 沒有那麼低話呢 沒有水浸 那些砲台進去 都是搬走了的 今天再走回去 去一下他的 指揮鎖 這一個是觀察站 這是觀察站的 回到這裏 左邊 這裏就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裏 遙遞浪山街的公園 很長 現在在這裏 就是這個地方走到西部西亞 很長的地方 平時上山頂 為何一直走 現在被這裏很長的地方 很厲害 沿著一路下 就來到這裏 在這裏 過到黑洞 這裏有個涼亭 應該是剛才的分岔路 現在是在這裏 現在是一路走過來的 這裏就在西高茶座走 這裡是中山頂 這裏真的有很多地方 在這裏 這裏是中山頂 全裏結縮 跟湖 Onu用回家 台湖 很長的地方 但是麵 在這裏 是大部分 我繼續走 走到這裏 剛才我在黑頓道的方向 上面就是六吉島 前面這裏是波富林水塘 西高西牙入口應該是在前小小某個地方 這裏是西高山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進去 如果今天路面的情況不太好 我都沒有辦法,我都是唯有撤退 沒理由找自己的名字交飛 所以再走前一點 西高崖這裏對落 剛剛是馬里醫院來的 好,繼續向前走 似乎已經來到西高西崖的崖底 但我真的不太想 可能都是沒有辦法,唯有撤退 這樣的路況 的下座 大家就愛到這邊 觀賞 去古城 南海 那行 會不會是快 那天 賣 這個博富林水塘都是一些法定古蹟和歷史建築物 所以純粹如果大家想看就真的可以來這裡慢慢走 那我就今天真的沒時間了 我就現在下山去搭車走了 下到這裏就是博富林水塘道 這裏可以走到貝魯島上山頂 嘩現在幾分30度 10度到70度 難怪我散極都是這麼熱 那我相信走到外面 因為見到來遠已經見到博富林花園 這裏就是博富林街公園 那我先拍一張照片 那這裏就是博富林水塘 這樣都被圍了 進去的 當然是這裏 我自己也有所想 那這裏繼續走 相信就是走回去博富林島 那都到了這個行程的尾聲 我相信現在都 那做個總結 那今天是以香港大學站出發 就上了狼虎山 那去了狼虎山 那裏就是從南廢堡 從南廢堡那裏之後呢 就會下去到港島徑一段 就沿著港島徑一段 就一直向博富林水塘這個方向走 那初時呢 我本來打算上這個西高西壓 但是看到今天路況這麼濕 都是為了自己受傷 就不要搞這些 那 那 那今天的難度 其實是絕對不為高的 我覺得都是冷性的 說真的說的 那 那中間都看到我 都跑了一段 應該都不會很辛苦 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 那大家給我一個comment 就like和share我的video 喜歡的話就 那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 多謝大家支持 那 跟著圈尾會有今天那段 那條路線圖給大家看的 那 那 不說那麼多了 好,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